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6月30日 過了一半年了 這一半年裡面 市市都是有升級跌跌 不生不死 都起大致上是 2萬 照22區波動 都有2千點的波幅裡面 如果看得到很好的 當然就有損失 不是的話都很困難的了 下半年是怎麼樣呢 遲些再看 我覺得下半年的情況之中 如果不打仗 基本上是好的 不過 一定要留意 是息口的上升 這些就留在稍後再說